R5 動態分析 7MARK 裡面 R5 動態分析 R5 動態分析 連費動態分析 相關 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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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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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6 RUS 在一般傳統的相西 就是說 我們在一般CD 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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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層下 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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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IC的STATEMY MODEL 或是STATEMY MODEL 它還有百分之一的混亂 再來這個光廠相機 它都類似溫容的覆盟 它在CCD Sensor 上面 前面有很多的MIMO Lens Survey 就是為了晶片陣列 透過這個鏡頭的成像是虛擬像 重點是虛擬像 我們看到的MIMO Lens Survey 就代表說很多的眼睛去看虛擬的固件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深入深入深入的增加用配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資訊 這一個光廠相機的特質機制 就是它只要一顆鏡頭就可以達到3D資訊 重點是Campusion Free 無用膠 快速的新功效 一次快速取消 那Auto Force Free 就是免對膠 Bibrate Averical baseline 可變的期限 就是大家要注意可變的期限就是很重要 就是說等一下我會介紹 可變的期限是很重要 要針對自圍光廠的重要 然後這個是什麼要做 要進去 那Extended Base of Fiat 就是延展的深入資訊 會增加6倍 獲得6倍 Wall-Cast Financial 就是完全可客製化 到70Mbps 就是光廠數 那2D的數學 注意就是說 它會降低1.4的數學 那降低數學 以數學的印象 其實它這樣的印象 這樣降低是非常不適 如果針對數學 它要降低數學 如果針對學位 它要降低數學 那3D的數學 深入資訊 它可以高到100-200Mbps 它在2-3年前 還只有30層 所以它也不斷地在進行 那低度就是說 緊深它可以多6倍 像你回到現場 不斷地用相機去做明確 它可以多達6倍 傳統的吸引又多了6倍 緊深了 那可對 它這個取決到界面 因為我們是用D-GaD-Sense-A的 D-Sense-A 3.0 也是30 沒有30的分分 就是每條幾個針對 那針對D-GaD-Sense-A的求分 那個是 這個是一般 一般想像成2D camera 一般的 2D camera的 傳輸數據 這個是一般的 因為我們的建構 或是在一般CCD 2D的CD上面 加了麥克風的指揮 對 那Sense-A 3.0 那Sense-A 3.0 這個是一般CD 一樣 不要取向的問題 那軟體是 Sudo SDK Program 那針對這個 你就可以用 呼叫SDK 去做相關的應用 來做類似Automation 讓你的系統更加 在廠中 都是 Portover 就是設備 就是手機元件 Won-Fi Device Video Motion 就是 汽車 在影像方面 就是3D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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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3D 變成 變成 那Suchino的 眼部變成 Eye Scanning 就是 網口變成 Travis Control 就是 叫做耗子 的網子 相關的應用 就是大概 簡介說 可能會有這方面的應用 在 機器視覺方面 有 AOI 8Go Scanning 那 在生物方面 有 Microscope 就是 減肥劑 Enthoscope 類似器 有些 這四項畫面 一些 圖像應用 那個眼科 Skin Cam 就是美容方面 遺物方面 那 針對 AOI EGIS 蔡坡 軍事方面 因為 好像 白公園 買這個相機 跟相關的軍事 因為 他可能在蔡坡 跟軍事方面 有類似相關的 那 機關機 跟一些社 那個 流場 可以推力升行 好 對 很難 自分 沒有 有 可以 的 可以 有